中华职办大联盟会长蔡奇昌 以及秘书长杨青龙和武智球团代表 一同进行新春团败活动 同时联盟也针对规章条例重新整理 修正的进度向大家说明 规章在会长的指示之下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正 并不是条文上的修正 那在自由球运方面 今天我们所做的文字的修正 也让所有的领队先做一些参考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我们会在第二次的来做讨论 而针对上个球季备受争议的 本壘攻防冲撞条款 以及自由球员制度当中 较为模糊不清的文字定义部分 蔡奇昌会长表示 都已经做出修正并和各队达成共事 不过各项条例本身并没有做出变动 而为了改善比赛时间过长的问题 新球季主胜主动启用 电视辅助判决的权利 从原有的第七局开始改至第八局 而无论是主审主动要求 或是球队行使挑战 判决过程都必须完全公开 我们会在采判 这个行使电视辅助判决之后 球迷朋友希望看到 为什么采判会判 会维持原判或者要改判 我们必须把采判判决的 证据画面 直接秀在球场的荧幕上面 但我们希望他的新证过程 是可以分享给球迷跟教练 主要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分享出来就是他看到 所以我们播出的画面 就会播出 为什么裁判会判定 这是维持原判 或者要改判 他最终依照哪一个画面 做新证 那那个新证 那一个画面的新证 就分享给大家 除了现场大荧幕 能够播送之外 联盟表示电视转播画面 也将没有限制播出挑战过程 让所有球迷都能够目睹判决的 一具画面 另外即将开打的官办热身赛 将会开放球场满场一半的 球迷进场看球 希望球迷能够尽速抢票 踊跃支持 我来提新闻车房报道